各位政府相信禽流感已经受到控制 处理政务司司长孙明阳说 在杀鸡之后连续两个星期 都再没有发现新的禽流感个案 情况已经受到控制 但为安全计 农历新年前都不会恢复生鸡入口 不过就不会消毁鸭脊 另外在杀鸡行动之前 入院的一个34岁女人 证实感染禽流感 那个女人已经在三天之前死于肺炎 本港股市连续第二天大幅反弹 正在美国访问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 本港在金融风暴中 无需中央政府和美国帮助 11点钟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 毕业 福裟 福裟 满 福裟 福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